昨天群里面很多的花肉提出来这么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春花这个问题 好多花肉可能还不知道啥是春花呢 其实说白了呢就是低温让它休眠 你像我们北方的一些个就最典型的就是牡丹 牡丹这种东西呢 一般正常来说呢在冬季的时候是休眠的 到春天的时候是开花的 而南方的花肉养的牡丹呢就不爱开花 对吧 那有的话说老花一我们南方的花肉如何春花 这个你就要用到冷酷了 对吧 要么或者冰箱这个没别的办法 尤其是你们养的什么柱领红了百合了这些个 你要柱领红也是啊 你必须得是在这个五度 是吧 五度以下 你得让它这个种球来孕育花芽 你要不然这个温度不够 温度不够低 它就不爱开花 还有一个典型的点在哪呢 这个君子兰 也很多的花友老是叨叨 说老花一这个君子兰怎么不开花 君子兰首先一个是叶片啊 叶片长到一定程度 最起码要八个月十个月左右 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还需要一个低温 也就是13到18度之间 一般是一两个月左右 它就能够完成花芽的一个分化 之后呢才会开花 可能花友也是在楼房上养君子兰 养的也不爱开花 就是大家一定要了解春花这个概念就行了 有一部分的植物需要低温 才进行花芽的分化 这样你能明白吧 如果说温度达不到 你就要介入一个冷库 或者是冰箱了 别的没招 还有的话 我说老花一 我这个养的花老是导服 就像你视频里面出现的类似于这种 老是导服怎么办 为什么会导服 首先我跟大家说 植物有一个特性 它有一个趋光性 啥叫趋光性呢 就是飞蛾扑火的那种感觉 它一直是向阳的 如果说你家里面光照不够的时候 它会竭尽所能的去长高高 你们也听说过那么一个成语 一只红杏出墙来 对吧 院墙里面没阳光 那就长到外边去接受阳光去了 对 所以说它过分的长高 由于各方面营养不足 它就会倒服了 明白了吗 所以说一般就是因为敲光 怎么解决呢 给足光照 再给一些肥料 还有第三种办法 就是打一些矮状素 或者是多效做 就是让它长得矮状一点 别的没啥了 还缺肥啊 你去不缺光 还长得高 它容易倒 谁高了不倒啊 对吧 你船棚在 就这样 它现在一米八 你再让它高一米 还这么瘦 你看看它倒不倒 你吹口劲才能倒 对不对 吃壮一点 你明白这个事就行了 好吗 别的没啥了 觉得不得及 点个赞 我来画一 点画脆赞一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吧 后来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